眨眼之间坦克灰飞湮灭 乌克兰无人机在乌东前线频频立功 他们找出一辆辆俄军坦克轰炸 CNN主播形容 显场简直像坦克坟场 俄军战损有部分恐怕还是因为自己人 CNN取得的影片显示 俄罗斯士兵除了得躲避乌军炮弹 还得闪躲自家坦克为了躲避攻击 可能随时转向 尽管如此英国国防部推测 进入乌东巴赫姆特主要干道周遭的乡村 可能已经被俄罗斯佣兵集团瓦格纳掌握 瓦格纳领袖普里格金也说 他们将不再争招囚犯到前线作战 CNN独家访问到两位瓦格纳佣兵 他们就说这些被征召来的囚犯 都是为了想得到自由才来打仗 囚犯兵团没有想象中有用 也让俄罗斯官媒开始大内宣 鼓吹年轻男子为国尽忠 毕竟俄罗斯如果想在二月底 乌俄开战满一年之际发动另一波猛攻 还是得运送更多士兵到前线 才能补上战力缺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